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首席统计师南斗斯里·莫哈默·乌兹尔 今天配合最新的大马经济统计评估报告指出 在工业生产和零售销售的带动下 我国经济在今年的首三个季度保持正面增长 增长率录得3.9% 去年同期的增长率则为9.2% 通货膨胀方面 国内通胀率在今年10月上涨1.8% 创下2021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不过通胀率在今年11月出现逐步上升迹象 增幅放缓至1.5% 消费者物价指数报130.9点 贸易方面 大马总贸易额在今年10月 按年萎缩2.4%到2395亿令吉 出口下滑4.4%到1262亿令吉 而进口则为降0.2%到1133亿令吉 贸易顺差为129亿令吉 相较去年减少30.3% 至于劳动市场 截至今年10月 就业人数的年增长率为2% 达到1640万人 劳动力参与率达到70.1% 相较去年同期的69.7% 增加了0.4个百分点 失业率则下降了0.2个百分点 达到3.4% 马星社电视综合报道